刘仲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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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有几个给围影捧场的几位老朋友 这我点名字给他站一下 也是任志强 还有郭帆生 周维铭教授 还有刚刚从云南赶过来的 武克刚先生 本来还有冯伦 冯伦现在在外地 至于说 水平差点 他们一直把他 但是我们也需要 稍微带点颜色的话 最后请他 如果赶上的话 在傍晚的时候 他会说点有意思的话 今天主持人 给我准备了一套 官方的新闻稿 总而来说 张维迎很重要 书很重要 大家多买 我就不说这个了 我想利用几分钟 我介绍我心目当中的张维迎 张维迎是 我觉得大家 为什么我非常感谢大家来的 大家知道中国三十年过去 这个集市 三十年了 我问他名字之后 被点名的人不多 三十年前张维迎被点过名 被新华社点过名 当时写一篇文章叫 为钱正名 被点过名 是作为当时的年轻学生 那时候我们三十年前 那最近又被点名了 由于他的思想 所以这也是一种特殊的 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一个经济学家 能够有这么大的几率 跟中央的很多重要领导一样 不断地被点名 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三十多年前 张维迎是一个 西北大学的学生 当时在身居偏远的地方 不是经济改革中心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 一批教授 包括记得还胡川基等等 一批教授 非常活跃 而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世外桃源 来研究中国改革 那他当时二十几岁呢 就提出了重大的 市场经济的价值问题 价值观问题 就对钱来证明 那后来他一系列文章之后 被林选进了 重要的墨干山会议 在那次会议当中呢 他又提出了 待会儿他会自己讲 一些理论 那这些理论最后呢 经过几十年考验 被认证 被实践 那被大家公认为 是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 重要理论碑 前几年获理事大奖 当然他很多奖了 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 具有官方和民间 共同承认的一个奖 那这么多年呢 他一直做了 很多很多学术工作 和教育的革命 教育改革的操作 在北大搞的教育改革 他是光滑上院的创造者之一 那现在呢 仍然活动了很多很多领域 那么最后 我跟他接触了 当然很多年就熟悉了 应该叫神交 那么最近十五年差不多 十五年呢 接触就更多了 他是作为 中国企业论坛的 首席经济家 他几乎每年 都在中国企业论坛 亚伯利论坛当中呢 做出一个 前期的一个策划 这个策划就确定了 整个亚伯利论坛的 思考方向 然后在大会 他做一个重要的讲言 这个讲言 一般来说 要流传很多年 我到现在还能记得 四五篇讲言 仍然印象很深刻 一个经济家 在一个特定世界 提这个观点很不容易 他始终保持 前沿的这种敏感程度 而且保持思索 独特的角度 他的语言用语 也非常鲜明 大家过目不忘 最近好像傅小勇 他们搞了一本书 也很有意思 把他讲的一些 所谓土的笑话 变成了一个 发掘了经济 一些理论 这大家非常意思 当然所以 张维迎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家 是代表我们时代的经济家 不是很多人 一般意义的 电堂式的 论坛式的 电视神的学家 经济学家 他是重要的经济家 从我个人来的评价 我一直在很多场合 没有太公开的时候 我认为他相当于中国的 雄比特 而且比雄比特 还要不容易 因为雄比特那个时期 是市场经济 无非在整个经济 当时在美国 关注 叫 这个 Michael和Michael的时候 叫宏观和微观 这种大的 所有主流经济 都关于这个时候 雄比特走掉 鞋路 他关注了市场当中的人 人的活动 人的创新 所以这是雄比特的 伟大的贡献 那张维迎呢 同样是 在三十多年前 就出了一本书 关于企业家 专门谈企业家 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中国连企业的概念也没有 也没有市场概念 它是一种直觉 却抓住了 未来 主导中国经济的 社会变革的 这样是一批 独特价值观 独特操作手段 独特的组织方式的 这样一群独特的人 所以是企业家 而且当时 他就给了很高的定义 我记得说企业家是国王 那是超出了中央政治局啊 三十年前 那今天大家觉得 这好像是私风见惯 那即便 可能我们年轻人为 私风见惯习为常了 但是呢 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呢 今天仍然是挑战 大家知道上个星期 刚刚出台了一个政策 关于国有 这个 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 大家可以慢慢看 那这个政策呢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出现了重大的一些变化 特别强调 国有资产在竞争中 不得流失 那什么意思呢 大家一起竞争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不能流失 那说明其他资产 都可以被剥夺 是不是 但是意思是 凭什么三家 只有他不能流失 我们都可以流失 这些叫做市场主导的 不是 同学还说 叫市场支配资源吗 是吧 市场 我觉得现在呢 又遇到大的挑战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张维英的名字又被提出来了 又值得点名了 所以今天呢 我个人到这儿来呢 给大家开个头 我是跟他同代人 同代人对同代人的判断呢 比较苛刻 不太 我们可以 我看到今天下边 很多粉丝 都是张维英的粉丝 看张维英都很激动 我看他就不行 毛病很多 他是西本人 很固执 非常不成熟 到现在还被点名 很不成熟 平人也 做人也不够圆勇 说话也愣 到现在也是 经常 你感觉 他确实就很论的毛病 所以他才能有 独特的一种立场 和角度来看社会 所以获得了我们这批人的尊重 如果这些人什么毛病没有 非常成熟 我估计我们谁也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是不是 为什么大家愿意喜欢人才 那么毛病太多 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请的几个嘉宾 你看 都是一个特别有时代特点的人 我在介绍张宾之后 我可以 为什么大家加冰说 要顺便把嘉宾介绍一下 人强大律的 人民公敌 到大众情人 到今天 独书启蒙者 阿拉圣种树的 是吧 所以大家不说了 所有人都知道 周一鸣是几十年来 中央党校这个环家 主流环家 一直是在主流价值观当中 长期推进市场经济价值观 而且就有广泛声誉的一个教授 那么 伍鹤刚 是孙野芳基金协会的秘书长 他本人在 八十年代 二十多岁时候 进去做到 这个局级干部了 估计的在座没有比他 那个任志强还副部长 我那个时候 副部长会不让 不一样 所以他是一个 现在做企业家 做企业家 他也非常活跃的 一个民间饲养家 他几年前 本来有一本书 我们一支千呼万唤 我估计 目前大型是越来写不出来了 谈工商经济的理论 越来写不出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有郭帆生 郭帆生 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来自内蒙古 非常活跃 我在 还二十岁知道 就非常活跃的一个 思想家 同时也是学术 那现在 他做的 会从中在香港上市 而且他是最少 把这个股权 市场化 是独辟蹊蹊径 这样的一个 所以今天这么多人 都是很有江湖经验 很有自己特点的 各个角度的 应该说是 你说是臭名昭著 还是出类拔萃 都可以 那这些人都过来 为什么 要给张卫英捧场 那么为什么给张卫英捧场 我们请张卫英自己说 谢谢 谢谢王维 我们这个论坛呢 应该是蛮严实的论坛 让他一开始 就跟他闹得不严肃了 我们还回到严肃了算了 今天我想也不是为我捧场 是由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叫创业时代 有重要的问题要讨论 其中一个问题呢 就是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 那企业与资本的关系呢 也是我过去三十多年 研究的主题 我从1984年 发表了一篇 关于企业家的文章 到后来写成书 到现在 我始终没有 离开那篇文章 和那本书 所规定的主题 下面呢 根据给我的实际分配 我谈这样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市场与企业家的关系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无论是资源配置 还是技术进步 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 但是非常遗憾 如果你虚过经济学的话 那么你从经济学教科书当中 得到的结论 市场呢 就是价格 就是通过价格的不断调整 市场呢 达到均衡 那为什么主流的经济学里边 没有企业家 我现在有两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 他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 假设信息了 是完全的 假定了技术是给定的 并且呢 他假定 所有的人都是同样聪明的 如果世界是确定的 那每个人都能看到 未来是什么 如果信息是完全的 那也就是每个人都有 足够的 主流经测的 知识和信息 如果每个人呢 都是一样的 谁也不比谁更聪明 谁也不比谁更笨 那么当然你可以说 每个人都是企业家 那自然了 你就不需要企业家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世界不是这样 世界是不确定的 但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为了有没有收益 其实并不知道 但我们在决策的时候 我们有好多的信息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 按计算及程序 做去测 只能靠自己的 一种判断力 显现力 而且呢 我们知道 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呢 一个世界上是不是有效 就依赖于世界上当中 最具有智慧 最具有对未来的 判断能力和想象力的人 他们怎么做去测 这一类人呢 我们就可以叫做企业家 那第二个原因 主流经济学没有企业家 是因为主流经济学 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 而不是发展和变化 但我们看到 市场的真正本质 不是均衡 不是稳定 而是发展和变化 在西方来看 过去200年 实现了市场经济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不断新的产品在出现 不断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产业机构在不断地变化 消费机构都在不断地变化 所以今天 看看我们每个人所使用的产品 和200年前很不一样 甚至和30年前也不一样 30年前我们没有手机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10年前我们没有微信 大家现在都有微信 所以一个市场经济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变化 和不断发展的经济 而这种变化发展就来自创新 那谁是真正创新的主体呢 也就是企业家 由于主流经济学 假设和他关注的重点 使得在我们教科书当中 没有了企业家 甚至一些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 他本身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 举一个例子 和最著名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母星 他关注他的资本的积累 如何带来经济的增长 但是他并没有关注资本是怎么积累的 资本积累起来以后 怎么能变成新的技术 变成新的产业 新的产品 没有 也就是他只关心 资本的数量 不关心谁在积累资本 谁在进行投资 甚至最新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 他们关注的是知识 而而的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也没有关注 而而的地和知识 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人群 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来发展 来积累 这是我讲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在29年前 总是1986年 我有一篇文章的 开始的第一句话叫 商品经济等于价格加企业家 那时候讲的商品经济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经济 只可歇 主流经济学 只关注价格 不关注企业家 可以说我们今天 有关中国好多政策的争论 是政府主导 还是市场主导 其实都依赖于 我们怎么去理解企业家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解 市场当中 企业家再怎么发挥作用 市场的有效用性 和人类的技术进步 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 那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 实际上呢 就可能得到先仿的结果 何必我们只签调资本积累 而不签调谁在积累 我们以为政府就可以 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 那我们得到的结果了 就不坏好 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谈一下 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 在我1984年 写了企业家的文章 和之后的书之后 应该是中国社会上 我们对人们对企业家的 重要性的认识了 慢慢地得到了共识 也就是说企业家是重要的 中国改革要成功 需要企业家 但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 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理论界有很大的分歧 那其中一种观点呢 认为是企业家重要 但所有之不重要 不需要资本家 也可以有企业家 那我呢 不同于这个观点 在1986年的时候 我写了另一篇文章 也叫企业家与所有之 这篇文章 也就是我后来 到牛津多博斯罗门的主题 就是我发展了一个理论 我叫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理论 这个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呢 就是怎么去解释 资本雇佣劳动 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 资本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 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 那我的理论呢 就得证明这样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呢 企业家呢 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 他们做决策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的指标 来预测他 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呢 是让他们存在风险 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 不能拿固定的 比如普通的工人呢 他拿固定的工资 他上班 按时上下班 没有犯错误 他就给领工资 企业家不能领工资 只能不所有病人该拿的拿走以后 这就合同收了 剩下是他的 这叫剩余收入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下 企业家才有积极性 做正确的决策 否则 他就没有积极性 做正确的决策 那第二个重要观点是什么 就在社会当中 只有一小部分人呢 他真正具有 足够高的企业家精神 但是谁具有企业家精神 我们也没有硬的指标 可以自己衡量 或者通过考试 或者通过一个认证 就说谁有企业家精神 这样的话 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怎么使得 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不敢说自己有企业家精神 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呢 才敢了摇摇欲试 才敢去创业 才敢去创新 那我证明了 这依赖于资本 如果一个企业家 他可以拿别人的钱 去办企业 赢了赚了 剩下都是自己的 亏了都是别人的 那我就想了 有太多的 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呢 会冒充企业家 就我们中国传统成语讲的 太多的南国先生 会混进企业家队伍 那如果企业家 必须了拿自己的资本 去冒险的话 那他就要掂量一下 我 就就是自己去做企业呢 还是不我的资本 交给病人做 更合适 如果他能力不够高的话 那他就没有这种诱惑 去冒充自己能力高 当然了我们知道 现实当中 有好多的企业家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他并没有足够的资本 那么这么怎么来 约束他们呢 那就是的 资本所有者 取得了一种 选择企业家的权利 就是一个企业家 你有一个想法 想办企业 那你最好能不能成功呢 你来有没有人 给你提供资金 给你提供资本 提供资本的人呢 他是要冒险的 如果他选错了人 你没有企业家精神 结果他选错了 那最后你亏了 你不起搞砸了 结果他就又亏了 所以资本家呢 又获得了 这样一个 我们叫所有的智能 这个智能呢 进一步延伸到 我们现在的股份制 我后面还要 回过头来讲一下 这个智能呢 非常重要的一级 所以在一个国家 他消灭了资本家的时候 其实他就消灭了 企业家产生的环境 消灭了选择 企业家的机制 所以你看 凡是没有资本家的 那个国家 谁来管企业 就是没有章法的 管企业的人呢 并不一定是具有 企业家精神的人 那之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 都有这个特点 那第三个观点 我有讲是 与第二个相关的 就是企业家 与政府的关系 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 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 是用政府 或者政府官员 既替代了企业家 又替代了资本家 所以他替代了资本家 是因为 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 也就是我们叫资本了 全部收为国有 由政府所有 由政府来决定分配 所以他替代了企业家 是因为他每一个生产去测 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 为谁生产 经济是传统这样的 三个问题了 全是由政府官员 或者我们叫一个 计划机关决定 那这就说 计划经济的本质 简单地说 就是试图用政府 来替代企业家 替代资本家 但我们看到了 全世界的实业都失败了 凡是由政府替代企业家 替代资本家的国家 经济都失败了 这就是苏东 为什么垮下来了 这也是中国 为什么要实行改革 也包括一下 印度这样的国家 为什么要实行改革 在这里我要随点 好多人以为说 印度过去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印度不是 印度独立之后 尼赫罗政府开始实行的 都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当然了 它这个计划的程度 没有像苏东或者中国这么严密 它还留有一部分的私人企业 但是它的主体 仍然是国家计划 印度从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 回顾它来说 为什么政府呢 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 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 那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点呢 就是政府官员 他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能力 企业家是他一种特殊的人才 他需要对未来的判断来 而政府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凶规蹈矩的 是不犯错误的人 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误的人 或者用一个对比的话来解释 企业家做的事是什么 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政府官员呢 只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 所以政府官员呢 他更注重它的程序 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呢 我们观察一下政府的实际表现 无论它在经济部门 还是非经济部门呢 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政府官员本身 一定从个人的角度 他不具有企业家精神 我只是说任何人 如果你到了政府 要按照政府的取有方式 去做事的话 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企业家 不可能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 那第二个呢 是政府官员呢 他也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 和那种压力 好比说一个企业家 如果你计策错误了 那你最后就破产了 你甚至可能跳楼 那政府呢 计策错误之后 他的成本呢 全是必然承担 他自己不承担成本 所以他没有好的经济性 是正确的计策 那政府呢 也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 要冒那么大的险 资本家我刚才叫做选人 选错了 那最后呢 他要自己承担分钱 你有再多的钱 如果你不这个钱交给一个 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去给你管理 去给你投资 最后呢 你可能续本无归 那政府呢 但他不这些国家的钱 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去做的时候 那这个企业亏了 破产了 那他承担任务责任吗 他不承担 但是呢 他在这个任命过程当中 他可能得到一些好处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政府在管 固有企业的情况下 他一定出现大量是 任人为情 而不可能任人为贤 我们自现在 仍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似乎我们用政府来模仿市场 用政府官员持股的方式 我们叫固有股 来模仿资本所有者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你容易没有办法 使得政府官员 像资本所有者那样 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 去承担分歧 那么所以了 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固有企 改个字号 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不要以为 只要不贵有股份 变成一个 所以贵有企业 贵有资产经营公司 然后是一部分政府官员 他可以买卖股票 他可以去订阅这个投资 交给哪一个企业 然后我们就看 我们就有了市场经济了 我们就有了企业家了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容易不可能的 那接下来我讲的 相关的第四个问题了 其实是贵有企业 和企业家的关系问题 在我1986年的那篇文章里边 我提出一个叫 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 不可能定理 就是当时了 好多人幻想 只要我们改革贵有企业 和贵有企业变成股份制 然后呢进行交叉持股 成了好多的控股公司 那我们就实行了 跟西方资本主义亚的 四川滴滴亚的 所谓两权分离 就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企业家 所以我说 我提出一个很明晰的观点 就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不可能 我当时立了这样五个理由 那这五个理由 我认为至现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 正企分开的不可能 只要是贵有企业 你就不要幻想要任何正企分开 所以从八十年代 我们贵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就是正企分开 至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正企分开 而且呢不仅做不到正企分开 我们甚至做不到党企分开 就是党和这企业分开 那这个呢 其实应该说比正企分开 还相当容易一点 但我们仍然做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使得 不由其的领导人 真正按照私传的方式去选择 在竞争当中胜错 我们一定会呢 实现的是一种传统的 政府任命不由其领导人的制度 那第二个不可能呢 就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 我刚才已经讲到 企业家他之所以要努力 做好企业 之所以要创新 是因为背后有着 所有的约束他 那么国家或者政府官员 作为所有的代表 他是不可能真正约束 这些企业家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解决经营这行为 短期化的不可能 我们知道所有的贵友企业 都从在短期化问题 就是说贵友企领导人 他考虑的都是三年的事情 甚至三年以内 一年的事情 他不可能考虑 十年八年的事情 但我们知道 做一个企业 没有长远的考虑 你是不可能 真正变成一个优秀的企业 特别不可能变成一个 创新的企业 为什么呢 一个创新的企业 一个新的技术的突破 经常需要十年八年 甚至二十年三十年 如果一个企业家 他不考虑长远 他做的实际上呢 就不可能是 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的 创新的企业 那为什么贵友企业的领导人 不可能考虑长远 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因为他的位置 是由政府认明的 那么政府认明你的人 你的企业做得好坏 你管的企业好坏 与他的内容没有这些关系 所以他并没有积极性 所以因为你做得好 我就让你继续做下去 也不会有时你做得不好 我就不你给干掉 那么更多了 依赖于政治关系 像包括我们中国 现在的情况 包括大型贵友企的对调 你一个企业家 和平你在中国电信 你可能有一个 很战烈的规划 但是你可能突然之间 就被掉在你的竞争对手里边 那儿去了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 一个最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也不可能真正的 有一个长眼的规划 我也曾讲过这样的话 就是固有企业的领导人 你要是自己的位置稳定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搞得太好了 就是一块肥肉 那一定有其他的重要人物的 这个 有关系的人就要占这个位置 当然你现在搞得太差了 老亏损啊 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一个中国 很大一个大的贵友企业集团 下面有五个病例的公司 其中有一个是倒数第一名 其实有一个很能盖的领导人 不就是第一名了 第五名了就成第一名 非常有成就 但是他的集团公司的老总 后来了 他的秘书调来接任他 所以这个秘书呢 要不这个公司 要第一名直到第五名 那这样的例子呢 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多 所以我说贵友企业 你不可能是经营着 真正有长期的这个行为 那第四个 不可能了就是说 预算预算硬化的不可能 我们知道贵友企业的一个 传统的毛病里 叫预算预算软化 或者这是 这个科尔奈给定义的 就是说 在石油起因情况下 如果你的收益不能弥补成果 你就破产了 这叫预算预算硬的 预算预算软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收益小于成本 你还可以活下去 因为有财政的资金不断支持你 那么从八十年代开始 我们政府就试图不断地硬化 贵友企业的约束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仍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贵友企业一旦出问题之后 那政府一定要去纠缠 当然了你的企业越大 政府又花的力气越大 所以自信在我们财政预算里边 仍有一部分叫贵友企业的亏损补贴 甚至我们一些很赚切的企业 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国家的补贴 那最后一个不可能了 我叫做经营者与职工 制约关系的不可能 这个呢 我只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好多经营者和职工呢 它是合谋起来 这么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工资 或者用现在的话就瓜分贵友资产 那现在呢 这个问题呢 仍然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看凡是赚钱的那些贵友企业 它的工人拿的工资 就越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 那实际上它的工资单独一部分呢 应该是资本收益 而不应该是劳动收益 那除了这五个之外 那我现在要补充一个 特别是用我们现在当中的 创新有关的一个问题 它说贵友企业 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去创新呢 变成创新的主体呢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原因呢 与前边这几个有关 最简单的我说 所有的创新呢 是不可预测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最好的技术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我们都没预测到 再挽怀推一点 两百多年前 瓦特发明蒸汽集的时候 没有人预料到蒸汽集会那么重要 所以瓦特要找鞋子很难的 只有一个企业家 叫波尔特 我的那个企业家理论书里面 讲他的故事 给他提供了 我们现在叫做分鞋资本 两百年前 企业家发明了火车的字号 也没人认为火车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英国政府规定 火车的速度 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 一百年前 奔斯这个人 发明汽车的字号 也没人认为 汽车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德国的地方政府规定 汽车的速度 不可以超过人步行的速度 我们可以举大量的例子 创新了 它是不可预测的 那由于创新不可预测 那就是它有成功的可能 也有失败的可能 那只有靠市场的这种选择 多元化的选择 那才有可能 那我们现在设想一下 一个贵有企业 假如领导人 你要搞创新 如果你失败了 应该怎么样 如果你成功了 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去调查现在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说失败了 我们原谅你 因为创新总是有失败 那我怀行成什么结果呢 那就怀行成 大量的贵有企业领导人 他做的这些创新 他本来就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他只是不创新了 作为转移资产的一种方式 或者摸取个人私利的一种方式 另一面说 如果我们创新失败了 就要追究你的责任的话 那么真正有创新精神的 会去创新吗 他也不会创新 因为他创新总是有失败 就是你有100个成功 一个失败了 也可能最后 你就面临着 不仅是一个纪律处分 而且很可能面临着老远之灾 现在了你就有这样的例子 有一些不由企业领导人 确实很能干 但是了 他的恐怖就是什么 要追究他每一个投资项目的失败 而不问他投资成功的项目 那这样的话 就是真正要创新精神的人呢 他也不会真正去创新 当然与此相关的呢 回到前边我们讲到 为什么政府呢 不能替代企业家这个作用 是与企业家的创新有关 但政府要办一个企业家 会有一个投资者的角色的时候 他必须按照一个 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 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那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公司 叫Sysco 叫思科公司 思科公司的夫妇俩 是斯战福大学毕业 他创办了思科公司以后 他要钱 找不着钱 找了72个投资者 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 最后第73个给他投资了 另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国内的马泛腾 马泛腾串扮这个新的技术 我们就是现在 腾讯公司 他找投资者他也找不着 我曾遇到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 他跟我讲说 现在一想起马泛腾了 我就想扇自己来而挂 是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当时他就给我要50万美元 我就愣没给他 我因为我根本不看好他的技术 马泛腾找不着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是南非的一个公司 所以大家知道 腾讯公司现在的最大股东 不是马泛腾本人 而是南非的那样一个公司 南非的一个投资者 那这两个故事告诉我 就是创新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他一定靠多元化的投资 融资体制 我有一个想法 我要做 我找你 给不给钱 你不给我钱 我再找他 他也不给我钱 但是我转一圈 也许就碰着你给我钱了 我就可能做起来 我就变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一个技术 但是呢 如果不有做的话 他一定要按照统一地 组成一个违约化 那这个违约化 还有评价的标准 有打分 最后多数分以上的 可以政府给你钱 多数分以下就不能给钱 谁来打分了 大家想如果政府官员打分 我刚才叫政府官员 除非你是想他比企业家 还有企业家精神 或者他不可能评价 企业家提出的方案来 然后你说 那让专家打分 专家也不是企业家 专家的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而且专家打分了 他一定带好多的偏见 这个偏见就是说 他在签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 所以你看我们国家 好多专家写的好多报告 他能强调某一个产业 某一个技术重要 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那这也是为什么 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科业经费 生产出了技术 研究出好多的专利 最后这些专利呢 都没有善与价值 因为专家不是企业家 那你说 能不能让企业家组成伟业坏 代表政府来做决策 这个钱应该给谁不给谁呢 也不成 因为你要找企业家 只能找已经成功的企业家 但是过去成功的企业家 不等于未来成功的企业家 而且创新呢 按照熊比特讲的 就是创造性的毁灭 它就是新的企业家 替代旧的企业家 你看最简单的 就是熊比特原来的故事 简单 火车出现了 不是说原来 邮阵马车的人呢 搞了一个火车 而是完全原来 邮阵马车没关系的人 搞了火车 然后被邮阵马车替代了 最后被用核也替代了 不是用核公司搞了一个火车 而我们现在 现在数码限级 不是传统限级 才搞出的数码限级 互联网 不是说 这些原来的电线公司 搞出一个互联网 所以就是任何创新 重大的创新 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出来的 老子成功的企业家 他的思路一定是 以他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1990年 美国政府组织一个 我们叫产业政策委员会 由比尔盖茨任主席 然后决定美国政府 应该往那儿投资 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据我所知 1990年的时候 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 他只看好PC 所以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 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一定是大量投资PC 而不会投资互联网 反映我们中国 假如15年前 我们中国组这一个企业家 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 何必是由柳传志和张卫明 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 最受人忠重的企业家来主导这个委员会 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我想了 国家的投资左右会分配在哪 会分配在电视机 写箱管和计算机 所以过去成功的企业家 不能代表未来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也不能依靠企业家 去组成的委员会 来做这样一个决策 所以投资必须是多元化 那这也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们的经营体制必须自由 如果贵有银行主导经济 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所以大家看中国 尽管我们创新不多 但在世纪之间 我们出现那么多的 有名的互联网公司 你告诉我 哪一个是中国人投资的 没有 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储蓄金额最大的国家 但是那么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 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 而是外国投资出来的 包括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国藩生先生 他也不是中国人投资出来的 是IDG投资出来的 所以一个贵有企业 贵有银行主导的经营体制 他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 他只是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最多是循环经济 不好的情况下 可能要直接倒退 最后一个观点我要谈的是 起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自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公司治理成了一个日门的词 我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的 国家 像证捷会 迎接会 报接会 出了大量的文件 都在规范公司治理之后 还有上市公司 但是在我看来 所有这些文件也好 或者背后的理论也好 都有问题 背后的理论 当然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是西方发明的 但是仍然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 他 我简单地叫他是一个 国家立志中心的母亲 他因为 因为是起义是给定的 有人当经理 然后我们怎么去预事经理 怎么让他不偷懒 怎么让他不贪污 这就是他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 公司这儿的文件 都是怎么约束经营者 那我 怀到我简的核心 企业家才是市产的核心 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 那一定要使得 最具有企业精神的能 才能掌控这个公司 并且有积极性的 去创新 去创造 而不是仅仅选出一下 不坏贪污 不坏偷懒的人就可以了 那目前呢 公司治理理论 存在的这个曲线 在现实中呢 就导致了我们 不过多的精力 法律 政策 放在怎么约束人 而不是怎么死的 这个社会 更具有活力 那如果按照 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 做下去 那我想呢 未来 可能我们公司的 腐败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呢 同时也意味着 公司的企业家精神 会更少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可能要 真正的经济的 持续的发展 那我讲的这五个方面 也可以说 我企业理论 四书的一些 重要观点的一个 概述 那今天 我们在中国 面临这个经济转型的时候 我要特别说的两句 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三十年 我们靠的是 套利型的企业家 也就是他们发现 市场当中 又不均衡 东西从这儿倒到那儿 或者呢 被一把 无事可做的人 组织起来 生产供应求的产品 他就赚钱了 这叫套利型企业家 但是套利的机会呢 越来越小了 未来中国 经济 真正要持续的增长 我们不可能太高 哪怕有 百分之五的增长 我觉得仍然需要的是什么 创新型的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家 和套利型企业家 是不一样 套利型企业家 从古到云都有 而且我是中国 包括在座的 好多人 其实是套利型企业家 中国的创新型企业 真的比较少 我不害怕 都对你们 创新和套利 对制度的敏感程度 都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在最为爷个的政府管制下 也从在套利 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管的够严了 头鸡刀把都有坐牢的 但仍然有人搞头鸡刀把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听过一首名歌吧 叫《赶生灵》 赶生灵是我们 陕北的一首陕北明歌 而且这个坐着了 也是我的同一个县的 我们五补县的 这首明歌的是非常有名 赶生灵的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时候的企业家 他是套利型企业家 他把东西从这倒卖到那 就这么赚钱 那他这个 因为颤照了 大家知道《东方红》这首歌 也是他颤抖延安的 不是李酉原颤抖延安的 文化革命他也搞头鸡刀把 所以坐了四年老 赶生灵的坐着就粘贴恩 坐了四年老 在那个时候 即使你有那么严格管制 仍然有回套利 创新不一样 创新需要是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的事情 你不可能偷偷摸摸地去干 不可能想套利一下 他说今天晚上天黑了 偷偷东西买进来 常在明天晚上天黑了 偷偷地卖出去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如果产权都不到有效的保证 如果法治不能真正建立 那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 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有迹性 真正去创新 所以我总结句话 要是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效率 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 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 那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 过去的经济体制给了一定的自由 我们就换发了套利性的企业家 未来只有在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 我们才真正能够塑造出来创新新的企业家 那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好 谢谢大家